今天聊國際呢 要帶來聊的是一個新的態度 叫做Delulu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字 其實它就是代表一種幻想 一種妄想 而且在新時代的年輕人 耳朵裡頭 其實也都是非常熟悉 他是鼓勵年輕時代 拒絕畏縮擁抱自信 要掌握自己人生的控制權 意思呢你就多多幻想 而且呢總有一天 你就會達到它 弄假就能成真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而且呢這個HushTech 在整個社群平台上 已經突破了50億次的觀看 但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生活態度 也融入了在職場當中 像是他們是拒絕消極的安靜離職 是選擇不熟悉的職押 轉換跑道 其實是非常勇敢的 但是其實以相關的 這個調查機構來說 有84%的企業 他們也願意雇用這些 不具備職位描述技能的求職者 認為說他們其實真的可以調整自己 還有接近八成的求職制 也經常申請自己不符合自己的工作 所以等於說他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挑戰自己的能力極限 但是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恐怕也需要行動來做配合 像是治療師凱莉就說了 人們會過度的關注所沒有的東西 所以很難覺得知足 所以你不要只是想 你要動作才有辦法 真的弄假成真 但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以現在Z世代的狀況來說 其實在職場文化上 他們的求職態度上 也做了非常多的調整 燃小姐正在生職中心 擔任櫃台行政人員 但這已經是她畢業之後 第四份工作了 在職涯過程中 更重視找尋自我想要的職場生活 那時候我媽有覺得就是 怎麼你不再撐一下嗎 你撐個一年吧 就覺得要換工作了 因為我覺得 畢竟你是每天的生活 工作跟生活就是在一起的 我覺得我們就是同事相處 很喜歡那個氛圍 然後上班的氣氛就會比較開心 今年26歲的燃小姐 正好就是Z世代 又成為數位原生代 成長在社交軟體 智慧手機發達時代 他們對於新興技術 與模式接受度很高 自主學習 適應數位能力也是優勢 但對生活增添了不確定性 再加上疫情 開始深度反思穩定性 加深追求自我個性表達 重新定義對成就的認知 這個世代本身 他要的就是 你要讓我能夠佩服 你要讓我能夠覺得 我是跟你是在 在從一條船上面去追求 追求有意義的事情 主管階層的應該要有能力去讓他感動 而不是單純用金錢 而不是單純用公司的規定 當你創造一個他們喜歡的工作環境 他們會真的就是把他當作是他的一種生活的生活的 我們講是生活的這種價值觀 Z世代年輕人其實他們比起賺錢 他們更在意的是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所以他們會希望在職場上有更多個人價值觀 或是自我實現的部分 比起應該要做的事情 他們會更在意他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一旦職場或者是薪水不如他們期待的時候 就很容易發生安靜離職的狀況 安靜離職這個詞從2022年從美國興起 而他不是默默離職 而是只願意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需求 專家也發現到這個現象在Z世代較長出現 這代表著傳統職場文化挑戰 不僅僅為了工作而工作 反觀在乎更高生活品質 尤其現今經濟環境選項又更多 如何面對通膨成為當前年輕世代的挑戰 電商外送自由度高的工作形態 邪告人生經營副業不斷崛起 很多朋友他們都會想要再從事電商 或他們可能就會發IG 然後有些業配文或什麼 去賺取一些額外的收入 我覺得現在就是享受生活 對 就是你把錢花在自己看重的事情上 隨著年紀增長可能就會如果想要穩定一點 或是想要有個家 可能就那時候可能就會考慮要被放貸 他們對於職業規劃應該也是把它當作選項 所以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他們是斜抗人生 一個新型態的職業規範正在發生 一個新型態的職業的這種所謂的態度正在發生 他們相對相對自由 他們相對有很多的選項 那可是對他們在心理層面上面 我剛才提到就是心理層次上面 他們可能會被巴黎 他們可能會有很多的交流 因為不穩定 金錢觀當然也隨著時代變遷 以往固定資產 被房貸車貸被視為經濟安全保障 但青年面對金融體系的不信任 更加注重投資自己 在多變的職場環境找尋機會 Z世代不同成長時空背景 逐漸擺脫過度的職業束縛 職場文化也或許該跟著與時俱進 北北新聞叫漢玩舊宣台北報導 現在應該很多人都選擇遠距工作吧 或者是混合式辦公 但如果你在家裡工作的話 小心其實明明可以放鬆的 反而變成過勞的情境 這是日本喔 16天的國定假日呢 其實在七大工業國當中是最多的 甚至比美國啦 加拿大還有義大利都多了四天 但真的這些假看得到放不到 真正的消化率只有60% 這個數字喔 也在七大工業國當中是倒數第二 到底為什麼油價不敢修呢 主要還是因為有四成人覺得 哎 修價有罪惡感啦 還有五成的人擔心會怕造成同事的困擾 甚至呢他們比較想說 哎 這個價可以零星來使用 如果真的有什麼突發狀況的話 可以馬上的來請假 但是其實也變成一個狀況喔 尤其現在混合式辦公的狀況之下 更多人待在家裡 不是休息而是在加班 有超過五成的人發現說 現在已經很難分 就是說你到底在上班還是在家裡了 超過五成的人在家裡 更容易超時工作 甚至呢有三成二的人 會在半夜裡工作 甚至其實以日本的狀況來說 可能他們原本心理理想的狀況 是要放十天 但真正能放到的天數 恐怕只有五天也讓很多人 陷入了居家過老的情況 但我也想請教大家 你敢請假嗎 因為現在在台灣 也有一種請假休止 為什麼呢 一個可能還是擔心 可能給主管留下不好的印象 當然烤雞也不會好 還有被貼上不負責任的標籤 甚至也很擔心 為同事帶來困擾 所以讓很多台灣的上班族 有假不敢請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呢 就是現在有超過兩成的新人 其實不用等到試用期三個月 一個月就選擇離職了 這是104的資料 他說新進員工在一個月之內 不在職的比例就有兩成一 真的非常多 所以如何留下新人 在頭一個月 就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了 而且他們閃遲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還是跟整個職場的人際關係 是有關係的 另外還有說工作內容狀況 好 下一年落差 甚至很多是人資的部門 在徵選流程上有缺陷 新進人員其實不符合 這些用人單位的需求 也讓這些新世代的員工 租在職場上 都有點適應不良 不過要審核棒的話 如何在高雄用3千5租到房子 一起來看 一聽到勞工局又推出便宜出租戶 每個月只要3千5 原先的住戶大表不滿 有人覺得是打壞行情 因為臨近三多商圈的富星國宅 上次出去不少店家還有銀行 光套房的行情價七八千 勞工局推出的三房兩廳 每個月才3千5 要是抽錢抽到 是跟外面比比較便宜啊 那怎麼說 就外面的話一般要 六千以上吧 如果只是一個小套房的話 蘇林說什麼 蘇林這個樓店 我要說後一萬的 後八千的 後七千五的 受惠的勞工住戶覺得很感謝 釋出的公寓物件 都會簡易裝潢過 管線也會確認安全無餘 只要家具進住就可以直接住了 今年在釋出復興國宅 和前鋒國宅共25戶 提供勞工家庭申請 三房兩廳的格局大約28平 必須年滿20歲 涉及高雄6個月以上 符合勞工資格 職信的家庭成員3個人以上 沒有自用住宅才能申請 那今年我們釋出的空戶有25間 分別位於三多商圈附近14戶 類為藝術中心附近有11戶 政府體恤勞工朋友沒錢買房 減輕房租負擔 選擇的國宅地點分別鄰近三多商圈 和美術館特區 讓勞工們不必恐懼高房價 也可以住在交通便利的市中心 TVBS新聞吳仲勳高雄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